异地搬迁到宋河街道的徐生津 在山下有了就近就业的岗位 可他仍要冒着受伤的风险 到山上务农 一来就花着了 花着了你就那个铁岸的 跪在石头那里 那不就是不要赏开吗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搞了这么多年的种植 他竟是一个门外汉 那要菜要不来呢 那我就养着了 马子也卡丢了 有没得钱吗 技术跟不上 累死累活一年到头 挣不了多少钱 弄不好还会舍本 按照这种干法 你不要讲从来混钱了 保本都是问题 况且现在 他由山下到山上做活 往返也是个大问题 为此他想将山地转出去 没想到一上来就碰了钉子 面对徐生金这样的贫困户 帮扶干部们要如何精准失策 工坚日记 继续记录 通过这种享受的东西 看来一家 真正能够得到实惠 金寨县水平村 山多地少 九居深山的徐生金 祖祖辈辈以山地为生 异地搬迁之后 他有了新的生活门路 这让徐生金意识到 不靠山地也能挣钱养家 于是他产生了 他产生了将山地转出去的想法 我担起了软瘾 热过了人的身体 热过热差 一个来讲软了 我又跑上跑下的 后来一年老四一年 可眼下转让山地无人接手 他又舍不得丢下 只好将山地的农活 和山下的环卫工兼顾着做 原本早上要做的环卫工 有时因山地的活耽搁 回来后才能打扫 虽说徐生金 有时不能按时地打扫 自己负责的卫生区 但每次回到山下 他总想着 将自己承包的卫生区 清理得干干净净 正是因为这样 试用期满 虽生金变成了环卫公司的 正式员工 老徐啊 现在就是 你三个的试用器一满了 就是也是从我们种行政 正式员工吧 试用器给你罚的是七百八 七百下来两个九百块钱 如果是在这里干得好的时候 也得一千多 一千的 对 上班一件事都要打卡 十一点十八分 上班打卡成功 上班一件上班打卡 上班二件下班打卡 对 你也找用的也不是容易 你要是还是 我继续管这板上 要20上班 虽生金已经63岁了 又生过大病 身体状况也不太好 大家都劝他 立足山下做活养家 但山上的地 是他能看得见的收入 他想趁自己还能劳作 尽量多挣些钱 尽到当父亲 当丈夫的责任 因此往往会 故此失彼 我逛三个线 不够我 付起两个的生活费 那我只有在山头人来 我有禁忌 我也把这个禁忌 融到树 我不能要把这些禁忌 不要了 那是扶贫 那是要斗 我也又想给小孩子 减轻负担 为什么想呢 我要是想 雨色不能动 那小孩子的负担就到 当下 徐生金要防着 已发芽的天麻 不被野猪拱 山核桃在挂过期 自己不看护好 担心被人偷走了 顺便还在山上 采些中草药 来增加收入 为此 他和妻子在山上 搭了个临时的棚子 有时会在棚子里 过夜守护 这样一来 环卫工作 就不能照常进行了 天麻烦了 你不来看 野猪拱着了 你来看的 我家时候 那我爬上爬下 地下来来 来家来扫工楼 我就是来家 我家上 搞个就挡了一下 挡了钱吧 防卫工 也是来想 照顾困难户 拿这个钱 维持生活 在徐生金看来 环卫工作 带有国家照顾的性质 并没有将它当作 每天都要做的一项工作 好不容易 给它安排 中华卫卫的工作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人家把它吃了 吃了也没办法 就不明白 为什么 明明在宋河 可以过更好的生活 它不愿意 在那边稳定下来 徐生金拨打卡 离开工作岗位 环卫公司记录得清清楚楚 但徐生金在山上联系不上 公司的负责人 委托村里上山找他 徐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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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上没有信号 要找到他很难 徐生金丢下环卫工作不做 心心念念山上的收成 可在两位书记看来 这样干不仅得不偿失 而且有很大的风险隐患 你看它这个山河豆果汁 在十几天就要成熟了 山河豆成熟过以后 它会自己自动地落下去 落下去以后 它们就要到地下 把这个山河豆捡起来 现在为什么我们监督 叫徐生金搬下去呢 倒不是说 它发展山河豆没什么价值 因为这个果子落下去以后 大家能看得到 这个山体 基本上是七八十度的坡 稍微站得不稳 就会摔倒 本身通过各方面努力 刚刚脱皮 假如说它再摔一跤 摔到那个山间里面 又会反平 不但说反平 整个这个家庭 医疗支出 都承受不起 来找徐生金的 驻村第一书记素方锐 对徐生金不在山下找出路 上山拼死拼活地 重操旧业 一直难以理解 刚才全书记 刚才这个下月 在捡这个小核桃 也做了示范 你看全书记五多岁 这么大年龄 一不小心 还容易踏空 然后呢滑倒 摔伤 何况徐生金呢 六多岁了 还以前还生过病 就徐生金 只能看到眼前 这一点东西 很难越过这个高山 去看到远方 通过扶贫这几年 我觉得 这个生活上的困难 生活上的贫困 我们通过 这个各种落实政策 不断地帮扶 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解决 最难的是 解决精神上的贫困 所以说也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 扶贫扶治的原因 徐生金身上暴露出的问题 在水平村并非个例 扶贫 贵在扶治和治 长期生活在大山里的村民 思想禁锢 保守 要让这样的群体 真正摆脱贫困 帮他们打开思路 提升他们的认知能力 只关重要 在座的 主要多数都是贫困部 应该讲全部已经脱贫了 就是对于这个 公信岗位的管理 我们要加强 但是有一些新的要求 和这个岗位的要求 职责的要求 这个给大家 再来做一个陪训 今天 苏芳瑞就大家日常生活中 容易碰到的法律问题 即在工作岗位上 普遍存在的 上下班观念缺乏 安全责任意识淡泊等 特邀法律专家 给大家上公开课 法律保护劳动者就业的权利 但劳动者自身 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 对严重违反劳动纪律 不遵守用人单位 规章制度 甚至违规作业 导致用人单位 重大经济损失的 用人单位 可以依法解除 劳动合同 也就是 我们常说的辞退 另外 还要进一步提高 劳动过程中的 自我安全保护意识 徐生金夫妇 这个年龄 往返奔波到山上 生产和生活 能挣多少钱 他们没细算过 也考虑的不多 夫妇俩斩不断的 是那份对大山 依恋的情节 和夫妇俩忽视掉的 自己的人身安全 他俩在山地干活 跌打损伤是常有的事 妻子汪全华 前两天还发生了一次意外 他们妈问到 不知道同家吃饭 一个人都刷着坑下 刷两个人刷着档子 刷着档子贼的 我就进门 我就几百天 我就起来了 我买油斩了 油稿子斩了 我们过不信息 现在的水平村 贫困发生率 已从建档立卡时的 百分之二十六点三三 降低至百分之零点三二 如今脱贫后 一反贫的最大因素 是发生意外伤害 徐生金上上下下地跑 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需尽快做通 他的思想工作 老人提醒啊 现在过忙吧 你搁动几个事 你把这个 马上给做得好好的 你老是想回去 老是逃命跑 一跑了就脱港 脱港公司管理的老大半卡 哪个公司没管理制度呢 如果你天天老是没念语 在旁边这个事 假如有什么意外发生 不但说绑不了你 反而是你的一个 跟你怎样的负担 你想是不是这样的 他不信我呢 我早早就跟他讲 他不要保持 接下来帮我把他口罚 保障 你能看我这边每个月 然后给你贴的 一万个钱 你手握都过去 不就行了吗 对 行 那我来跟他打个电话吧 好 我现在到城市来 我现在一块 我立刻抛上抛下 徐生金今天到村里 申办临时性的设施农用房 村之书全书育 又趁此机会 进一步做徐生金的思想工作 你假如上的现状来讲 你也不适合 站在逃避的现场了 为什么这样 今天早上 我给小儿子啊 熊玉啊 也沟通了好多事情 他也建议 你父亲两个 办到所合的 所合的什么意思呢 一个 你假如现在一个公信岗位 第二个 给你搞一个转化安位 你再假如 国家的生态公信 你不上啊 不上啊 假如你这个 原来万一 一年来也要 两万多块钱 两万呢 假如 如果你们整人守护不住 他宁愿 每个月再给你们几个块钱 叫你们再守护不住的 安全保护主要 对徐生金夫妇来说 帮扶干部们想方设法 助其早点在山下稳就业 找出路 但对一些适合在山上发展的贫困户 他们却给予大力的扶持和鼓励 当地的政府啊 他也支持我们 我们自己呢 就是让那个双手把这个山破好 开始之后交通不变 没有电 没有网线 所以就是让我们的商业头啊 就卖出去卖不起价来 对吧 所以路疼了 电疼了 信息临疼了 我们的价格就弹下来了 千人买了五万多块钱 我觉得存在十万块钱差不多 这就是阴山 阴山阴山 这个老板呢 这就叫摇钱树 幸福的树 精准失策 是脱贫攻坚的指导方针 在水平村 有许多像王世祥这样的贫困户 在精准扶贫政策的帮扶下 摆脱了贫困 徐生金也在帮扶干部们 有针对性的扶持下 重新回到环卫工作岗位 有了立足山下做事的想法 我原来个年吧 掏着我们的黄豆啊 或者羊羹枣玉米啊 下面再种几桥米啊 你这走之前 在这个再有些那个 这些活得干完的 一种区域里面 我汗一种的事情 我们来想嘛是吧 再给人找着 再走啊 给人找着打个丁股啊 帮人搞个其他什么东西 我来两年要是这样 给我满头好了 我在底下来干 也得自己摆一下 我底下我要收 我有一些东西 我就挂住了 我想那些东西 找来你 在前面的 那我就是来 村之书全书裕 也对徐生金的这一想法 比较认可 他特意召集村两委 和驻村工作队讨论此事 在得到大家普遍认同的情况下 他与驻村第一书记素方锐 带上徐生金一道 到徐生金异地搬迁的安置点 宋河村协调养猪事宜 刚一落座 徐生金便迫不及待地向大家表达自己想养猪的心情 我百分之百就想在这家养猪 我以前我家人 我一来我都想养猪 养猪就是我的主缘 他呢就是当时惦记他自己的摩散 后来就是在农村啊 就丢不了戳头 就丢不了斧头 中午他吃饭呢 他生活的烧水 从那个大山里面 你要把火搞起来 那还得了的是吗 再有像他这么大年纪了 摔一跤的 那基本上我们现在今年讲这个脱贫空间最后一年不能返行 对吧 你再搞摔一跤的那也不好得啊 对 你们去年了也建了一个洋筑厂 刚好立刻的板准房子是吧 也比较近 如果你看看你们那一块啊 如果有原来洋筑的 现在外出了 现在临时不用啊 我们看可能赶快医治两个主事啊 给徐生女佣用 我想不成功问题 我们建立犹太主权前期 要是今天下午呢 我们可以去看看 看看把那个空间主权跟胡权联系一下 给你用一个 你带着尽量的尽早的给你解决它 徐生金想养猪 同样得到宋和村帮扶干部们的大力支持 村妇联主任傅少侠 还主动向徐生金伸出援助之手 为徐生金养猪提供便利 那要将重点把煮菜 在那个资料方面的 得不是大事 我家就有地 都无上的提供便 知道吗 这个事情看看行不行 我也感谢 我家呢 生活成的 而且 我们成的大人 都为了我们的 感情 多余 要给大家 帮助贫困户 依靠内生动力脱贫致富 是村干部们帮扶工作的着力点 会议一结束 宋和村两委便指派村妇联主任傅少侠 带大家到实地查看情况 尽快帮徐生金推进落实 徐生金这次对养猪的事很上心 认真地查看了一番 看中了宋和村提供的场地 可没过一会儿 他的顾虑又来了 我想到来 刚刚五年的 看不下得五年 你现在还没干呢 我没干 那个事情来讲 我也讲好 我就怕 我主要没带到料到一头 还没看到一年 让大家太要看 太要看 都是那些宋和里头的 你讲的是这个 对吧 你妈 你不要立马解决养猪的问题吗 这就可以立马先解决的 你先养 对吧 对 你别管想 你先坐着 把事情做起来 我搞的 坐起来 后头我就靠头了 对啊 对对 我什么东西 我不人家搞丢 我只人家看 我这 我们前面看到了 主间是空的 起码有一个好的条件了 空的在 然后 但是这个主间 我就去找老百姓协调 让人养个两年 不成问题 对吧 此外 通往猪舍的水源 如何解决 也成了他担心的事 这就是家水源流行 那我就想 这个水管子 不是 我是什么东西 我要给他宠着 那个生活条件 不知道 他就是不安心 你看我眼里 我在底下振不住 我肯定搞得振 我只能看看 他来比较方便 本以为高处公路边的水渠 能引水过来 可到现场发现 这里存在枯水期 水源难以保障 虚生金积极地在附近搜寻着 他找到了一处能满足饮水需要的水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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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来 这个来 就像这个一均 水几个来 还有一均 倒也倒 对 提提拉 但是 你看 你要做一个小鞋子 你转圈 就是现在你看 这个水源落实了 包括猪舰 不容易也落实了 那接下来其实 还是要靠你自己做 你包括这个扫马路一样子 跟你解决了 你要自己干 那你如果说这个干顺了 然后呢 已经经验了 觉得困到钱了 对吧 你这个 如果说你想干长眼的 然后呢 我们再想其他办法 水的问题有了着陆 傅少侠又带徐生金 去看可以种猪饲料的一块耕地 这块地是傅少侠家的自留地 离猪舍不足三十米 他决定无常地转给徐生金种 徐生金想养猪 初步得到落实 但徐生金眼下还不能做起来 山上的山核桃要成熟了 最近他要到山上捡果子 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他不能丢下不管 在前年买二十二块五 今年的价钱我们出来 要是将按到以前的价钱 要值个万八块钱 那过境那时候 我估计够得漏七千块钱 徐生金打算 在山地的天麻和山核桃收完之后 来年以山下为主 过更有保障的生活 一户一侧精准帮扶 对徐生金这样以脱贫的贫困户 仍在延续 与此同时 村里还在大力发展主导产业 打造有机茶品牌 如今 跑市场 也成了驻村第一书记 祖方锐 用闲暇时间 做得最多的一件事 他希望水平村的茶叶 能尽快打开市场 赢得客户的认可 我们这个整个的茶叶 算起来有近千万 千多万的产值 是我们村里最看好 也是最大的一个特色产业 阿文省栽贷网公司 目前企业客户 加上个人客户 进入进一千多奖 我们进入我们最大的能力 然后利用我们自己的客户资源 最大的去推销水平这个茶 目前水平村的有机茶 一年能销售四万斤左右 比前两年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以上 价格也由原来的美金一百元左右 提升到均价一百八十元左右 仅查验一下 平均每户能增售两千元 增强了大家对脱贫致富的信心 接下来徐生金是否能将养猪的事做起来 水平村的产业发展又会进展的如何 攻坚日记继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